轎車停在馬路上 但駕駛卻不見蹤影 九號晚間九點多 在西屯區凱旋七路和凱旋東街 發生這起事故 當時轎車不慎擦撞 微停路邊的休旅車 雙方駕駛第一時間都有下車查看 但在等待警方到場的過程中 開轎車的富人表示自己想要上廁所 因此先離開一下下 沒想到警方趕到後 富人卻遲遲沒有回來 員警在現場等了兩個多小時 都沒有等到人 但因為吃貨地點是條死路 裡面停放多輛車子 因此最後警方只好先將 肇事轎車脫離現場 查閱車牌確認不是未造車牌 但車主登記在一名八十多歲富人 和修理車駕駛坐筆錄時 說到肇事富人年紀有明顯差距 究竟為何要發生查狀後 假見尿頓汽車離開現場 是酒駕還是無照 甚至身分遭到通緝等 都得等警方通知車主到案後 確認是誰開著車才有辦法釐清